超溫真少年 議員啊 這是我們台中的台米 台米你要自己喝好 有一個事情是這樣喔 我們那邊海公路的工程 不要說那麼多 不要說那麼多 我跟妳講 上面在錄影啊 沒有啦議員 現在 因為你已經拿手頭了 我也有在錄影 你這什麼意思 現在想要賴在我身上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溫真少年 我們來到了政府表演的第三集了 第三集呢 我們這個場景非常的特別 大家看似有點熟悉 又有點感觸 我們這一集非常隆重的介紹 唯獨能夠跟我們拍攝第三集 最有資格 最有本事又最有關係的 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姬 AK台北市議員邱威傑 瓜姊老闆 我們再次感謝能夠讓議員 切時間來讓我們參加我們這個節目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是個蠻有意義的話題啦 因為我覺得說真的 大家對於所謂的標案 感覺距離都很遠 而且它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你日常生活 道橋鋪路啊 公共建設啊 公園啊 還是運動場啊 其實都跟這事情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都是拿我們的納稅錢 來做這件事 我們政府很有錢啊 我們前面拍了兩集之後啊 我就是有受到許多的關心 跟許多的恐嚇 有人恐嚇你 有時候網路上的那個語言喔 講起來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帶著效益的講法 還是直接要警告你的講法 因為我們之前拍過 廢水處理 我們也拍到政府標案 然後我們也拍過一些 有點觸碰到 黨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的一些議題 但你們有講到 譬如說很明確說 某某廠商 或者是某某政治人物 他參與的這件事情 有講到這麼明確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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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連沒有講到這麼明確 就已經被關起了 所以我更不敢講 你知道嗎 在上班不要看的辦公室裡面 其實通常老闆都是坐在最深處 然後有一個獨立的一個區塊 但你會發現我的位置就在那裡 他其實就在門口的旁邊 而且背後呢還有一片窗戶 你知道為什麼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說 其實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只有老闆會被尋仇 對 所以我的後面 腦勺後面就是一片窗戶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任何人對老闆有意見 你講任何不好的話 大家對他不爽的話 直接開槍 就可以解決老闆 就解決老闆 不會波及到其他人 對對對不要波及 不然一般到電影場景裡面 通常老闆在這裡面 所以殺手進來要先把 就是前面那些摟羅先殺光 對先把一路幹回去 那個塔瑪士啊 然後賽格啊 一路倒進去再猜他 但我們是相反的 老闆在最外面 所以你要尋仇直接來找我這樣 既然來到了貴寶地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首先先泡個茶吧 哇 但聽說來的過程呢 其實那個你們的茶壺不見了 對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明明就把茶壺 裝在我們的車上 這個茶壺是有少人不要看公司 對 對 我現在有不太知道說 這個茶壺有這個量 泡兄弟茶應該要大概 什麼樣的量 要泡到多少的量體 我們用經驗啦 台中人泡茶法就 沒關係大家開心就好 沒關係大家開心就好 老闆平常喝茶嗎 其實我算 茶是比較少啦 魚也不常吃 是 沒有啦不是啦 都是叫外送類的 對叫外送類的 現在應該都叫一次要三千多吧 應該 如果是外送的 沒有啦我剛剛是算說 你公司的人數這樣子 噢 沒有 平時 其實 我看你頻道是真的是 從你那時候要選議員 是 有一次我們是無聊 跟同事在看電視轉播 然後就看到我 你質詢 我看完你質詢之後 我在看過別人質詢 我才真的深深的感受到 議員的等級差別 真的 真的不好意思 還是有很多同事非常的優秀 不是只有我而已 對 對 因為我們曾經看到我們 可能台中選區的一些議員 有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他在問他在公XX 你會發現那個議員 根本也搞不清楚 這個事情的本質狀況 然後就反正瘋狂的 反正哪一個黨 我就是瘋狂罵對方 但是其實都完全沒有 討論到問題核心在哪裡 是 其實我自己在這邊 從事政治工作大概已經三年多 現在已經看得懂 哪些的質詢是真的有意義的 哪些其實只是在表演 因為說真的 其實很多議員 他常常台面上質詢的很兇 但是一下台之後 大家就稱兇到底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都沒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都是在電視機前面的一個表演而已 但是 真正很多政治的比較深刻的運作 其實跟質詢是沒有什麼關係 都是在台面下當中進行 台面下的事情 大家就會覺得說一定是很壞 其實也未必 因為有些事情真的是要用喬 才能夠喬出一個結果 但是我們回到我們的這集主題 就是 我們就直求對決了 好 OK 議員你在任職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收過紅包嗎 我先講喔 我思考一下 我思考一下我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是大家想像中這種紅包的話 應該是沒有 像兄弟茶類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收過這種紅包 而且因為我覺得 事實上紅包這個文化 的確是存在的 但是它不會送給我 原因是因為我在選舉之前呢 我就曾經用直播或其他形式 做過一些爆料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有一些會送紅包的廠商 也許是艦商或什麼 其實對我非常害怕 你是一個不受控的人 對我不受控制 所以他們根本不敢去碰觸我去做這件事情 但當然的 從事政治過程當中 時不時也會得到一些好處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我記得曾經跟一個 我是政治人物 覺得一點衝突 我們兩個就是互相吵架 然後吵一吵 有中間的人出來 想要幫我們就是 送贏 送贏 我跟他講 我曾送一個電風給你的辦公室 你回去就會看到 我當時想說電風扇 就兩三千塊是能怎樣 就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回去Dyson 一萬八千塊那一個 我就 如果你硬要講一個法條 硬要去追究一個事情的話 這樣算了 這樣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已經超過一個政治人物 正常可以收收的禮物的一個範疇 其實像這種東西 時不時真的是逢年過節 我們也常會收到各種水果禮盒 茶葉罐 結果發現其實我也送過你茶葉 對 問題是這種東西真的價格可大可小 像很多人以為所謂的收紅包一定是拿現金 但實際上來講 像譬如說我知道有一個議員 他平常最喜歡收的東西是 古董茶壺 因為一些古董茶壺它的價格 在市場上也是期貨可拘 那種情況就是太有點像代幣 因為 這個不是 這個東西應該是沒有任何的價值吧 就是那些古董茶壺 他本身 你可能拿去一些特定的場所 他可能可以去換成特定的代價 所以只是在他卸任以前 那個茶壺就是以代幣的形式 存在他的家裡面 所以我們都開完去要講說 要是哪天看到某某議員 去開那個茶壺行 就知道他要退休了 他其實就是一個像現在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以前我們在早期做工程類 或有一個玩法就是買那個餅 普爾茶餅 其實普爾茶餅是最早最早的虛擬貨幣 因為普爾茶餅他 你有時候你放20年放30年 這個價錢是任人喊的 假設今天我需要議員 你幫我喬一件事情 然後我送你一個茶 那你真的被抓到的時候 就說我拿那個茶葉而已 是能值多少錢 對啊 但是你拿這個茶葉 去特定的茶行 他可以換個50萬 或換個一兩百萬 哦 你知道那個議員通常都有一個 很愛做的事情 就是去看下水道 大家會穿青蛙裝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其實我覺得 那只是給人家製造麻煩而已 你去看是能怎樣 當時去年派捷運 其實我們當中有一天 我們就遇到了很多的長官們 就要來這邊市場 那個時候我們就一直在開 那邊的公務員玩笑說 就是每個人就是因為長官來 然後大家都要弄得很體面 然後前面還是操演 就是長官好 等一下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就一二三 然後全部台工人要一起集合起來 我懂啦 那超巴結 因為我以前就是做小工人 那種你就會覺得超煩 因為已經在趕了 你還來幹嘛 那你來根本也沒有用 你也指不出任何的一些 所謂的專業意見 其實我們在工程界 可能蠻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時候都政治凌駕於專業 就是許多的 這個標題應該怎麼做 這個方式應該怎麼弄 並不是一個所謂的 專業工程師來跟你講 有時候可能是一個長官 一個議員 或一個他出一張 講一句話 你全部的執行方法 全部都要改變 你知道這個其實有時候 就是我們在面對 這麼標案的弊案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的問題 好其實我們在 來老闆這邊的早上 我們正去看一個工程 然後我就跟我們的製片根 這意思說 我覺得這個不用十年它就壞了 但是它是一個好幾億 在台北市的嗎 還是新北市 我們在附近附近附近 我們就是看到那個現場了 我就跟了現場的工地主任跟他說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用這個材質 我覺得它會出問題 嗯 他就直接看向旁邊說 這個費用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說 那你的費用保固是多久 他就說 這就是可能 15年或20年 幹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不用十年 他媽決定爛在這裡 他就說 沒關係到時候我們再增添一筆 新北市還修 他可能用的材質 就跟現在一些3C產品 手機啊什麼樣 是用所謂的環保材質 所以三年五年之後 會自動分解的那種 對 對 但是你當他發現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大工程的時候 你就 哇靠 這樣子不好吧對不對 這個就回到就是我們這個主題了 通常一個標案 一個整個下來的時候 它的流程不是從中央撥預算嗎 然後由議員去監督 然後去編列 比如說這個修整案 他大概要多少錢 大松拆的 還是大家是用一種感覺 我先講一下 這個東西當然他一開始 編預算不是議員在編 編預算的單位 他們鐵定是有一些專業 這個我從來不會去質疑 其實我不太喜歡把公務員罵得狗血淋頭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很多公務員 他其實在他的特殊的專業領域 他可能已經工作十幾二十年以上了 那很多議員像我 可能剛剛選上兩三年 然後我其實對於這個某個特定的議題 沒有像他們專業人這麼長的時間 我怎麼可能比他更專業 所以如果我每次有把他罵狗血淋頭 說真的也有點 就是表示專業的意思 對 可是作為議員的工作 我們就是不得已 我們一定就是要想辦法去 監督他 對要監督他 所以我們一定是站在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不信任對方的立場 但是不表示說我覺得其實我不相信他的專業 譬如說各種政府的標案的時候 他都一定有些相關的一些評議委員會 去審理這個東西 應該要怎麼做怎麼發標 到底要多少錢 他一定有一個正式的流程 那通常會講這種評議委員會的組成 一般的規定 你會說可能一半是官方的人 一半是外部的專家學者 但是我們常會發現他有一個弊病就是 那個所謂的外部的專家學者 你看看名單一看 他就是新北市或者是新竹市的 一些其他公營單位的人員 的確是外部的專業人員 可是實質上來講 他們都是公家事業單位的一部分 算是一體的 所以等於說他們其實本來就會互相幫助 互相有無 這個時候就產生一個問題了 其實今天有很多的議員 他常常會在這個審理預算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為了要強塞自己 某個特定關注的議題 譬如說我希望這個社區得到一個什麼特定的好處 或者是我希望讓我喜歡的廠商得到這個標案 他就可以透過刪減預算的方式 去逼迫台北市政府相關的局處人員去低頭 那因為市政府的這一半 跟另外一半的專家人員 其實本身又是互通一氣的 所以比較讓這些東西變得進行的更加陷阱 這個是常常會發生的一個問題 所以又是一個肉掌的關係鏈 一刮起來其實就是整串 他其實是很複雜的 政治人物他可能有時候需要讓民眾看到他有在處理哪一件事情 而這些事情是他專業的事情 所以他同時在做這個預算散減 或者是在罵一些官員的時候 他有時候其實在鞏固自己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台北市有一個蠻知名的案例 他其實有一個議員 他長期都在質詢台北市的動保局 其實老實講動物保護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可是我們私底下都知道 他很希望他自己相關的一些公司 可以得到標案的一些 就動保局相關的一些好處 所以他就因為他個人利益的關係 所以他不斷的刁難動保局 直到動保局低頭就說 好了好了 那我們就讓你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產生這個現象 而且今天像你剛剛提到的 像什麼所謂的綁標 他其實有一個技術性的做法 就是在招標期限上去搞鬼就可以了 我舉個例子來講 森林捷運站他本來有一個TOD案 他也是這個金額非常龐大的一個公共工程 法律規定呢 其實那個公開招標期必須要在28天左右 所以其實基本上他也是符合這個規定 可是因為他的那個工程非常的巨大 單純的蓋一個公園 或者是修一個欄杆 所以通常來講 你要像這種重大工程的時候 他需要尋找私地團隊 營運團隊還有微運團隊 你要寫個這麼厚的企劃書 對對對 你要去找水保技師 機電技師 然後環開技師 同一時間你可能還要準備這個押標金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情 通常一般的這種設計公司 這種做不了 他沒有辦法在28天之內 就把這件事情給搞定 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能在28天之內 就把這事情全部搞定 鐵定是之前就知道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我們當時就有發現這個TOD案 我們就知道這其中一定有問題 因為他鐵定是為了要突立於一些 事前就知道這個標案的廠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有議員要來出面監督這件事 對 就要質詢說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上一集其實有教過大家 因為我覺得很多年輕人都很有熱血 尤其是在看我們頻道的 很多是工業的人 我們也常常就會覺得有一些 工部門的設備或什麼 其實沒有弄得很好 但是你與其在那邊靠腰 你不如自己出來做 那我們所以在前幾集有教大家 怎麼樣去看一個標案 當中有一項就是像瓜老闆講到的 當你覺得這個時間太不正常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標了 因為通常這個一定不會輪到你 一定是有人先做不很好啊 不過我曾經有遇過一個狀況 我算一算這個追溯期應該也過了 所以應該沒差 也是有政府的單位的人來問我 就說他們要做一個這個標案 但他們完全不懂 他們跑來問我說 你覺得應該要用什麼東西去限制 所以他那時候他跑來問我的時候 我們真心覺得 他是想要把這個行政作業做得非常完美 所以他需要外面的很多經驗的人來支援他 但他同時又說 到時候他也很怕留標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拜託你來標 這樣是不是有BUG 嗯 多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像譬如說台北市我覺得有一個 大家滿自豪的一個政績就是 U-Bike U-Bike其實做得很好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中間我認為是沒有什麼好批評的 我覺得U-Bike是很棒的一個服務 台中叫i-Bike 對對對 因為每個地方略有點不同 有些縣市都是跟固定同一個廠商去 基本上就是巨大 那U-Bike是很好的服務 我覺得巨大的提供服務也是非常棒 可是U-Bike後來他從1.0升級成2.0的時候 其實在台北市會引起一個爭議 就是說因為很明顯的這個標案 看起來除了巨大之外 好像沒有人可以做 他按照語法上來講 這是不公平的 因為為什麼拿到其他廠商 不能夠去嘗試去變成是2.0的廠商 然後把這個做得更好 那如果沒有競爭的狀況的話 那巨大不就可以擺爛嗎 可是摸著良心講 其實我們也知道巨大做得非常好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當時就產生了一個爭議 這時候就出現程序正義派跟實質正義派的爭議 程序正義派會覺得說 我們不能夠讓巨大擁有這個獨家權利 可是實質正義派就會覺得說 這巨大就已經做這麼好了 中途換廠商整個系統全部更換 對市民來講才是真正的一個災難 這也是一個BUG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要相信程序的正義還是實質的正義 我其實看得出來 他找他是有他合理的一些原因 可是當這個標案的方式 獨厚於特定廠商的時候 程序正義派也會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好的 那我對這件事情我的立場是這樣 我覺得民主的社會 有一個很不得已一定要付出的一個社會代價 就是我們的效率會比別人慢一點點 因為民主的基礎 就是不信任任何一個系統內的特定個人 如果我今天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也許在這個單一的特定事件上面 我們得到的是比較好的好處 可是我在其他的事情地方 我反而可能會讓一些可能真的很惡劣的壞人 從中得到一些好處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獨厚特定廠商的標案 那太好啦 有個先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有時候就變成是一個取捨 我覺得這個東西最好的解決方法 其實應該說我是希望各位 各位這個廣大台灣的公民 你們接下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眼睛要睜大 在每一場地方選舉當中 都一定要選出最優秀的監督者 因為像在這些個別的案件裡面 其實他都需要有力的監督 能夠看得懂這些問題的人 那很多人其實常常會覺得 反正選誰都沒差 所以我選長得最漂亮的 或選那些最常來我家的 或選一些爸爸媽媽告訴你的人 我跟你講 那些人就是有可能 就是那種會在這些事情上面 待乎職守 沒有做好監督工作的人 政府齁 有時候我坦白講 有時候也不見得是公務員 真的是想要貪張王法 有時候其實也是因為議員 或者是一些地方勢力 或者是一些各種壓迫 然後導致這些公務員 不得不採取一些這種奇怪的方式 然後讓這個東西可以順利的過關 不過我曾經有遇過一個狀況 有的時候他明明就是一個很棒的系統 很棒的廠商 很棒的公務員 認真想要好好把這些推動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觸發 就是反而他會回到頭來 做久了之後公務員會自己 越來越不想做是真的 沒錯就是這樣子 其實像剛剛我講的 你剛才那種很優秀的公務員 他想要推動一些很棒的案子 可是你也會常常看到另外一種情況 他也不是管什麼程序正義 也不是管失職正義 他單純的就是 我就是要湊幹狗 你會覺得看到有一些 有熱血 年輕的 一些公務員 有時候看到他們被幹狗到 就是體悟完膚的時候 我也覺得蠻可惜的 連我們自己是 有去標一些案子的公司 這十幾年來 其實偶爾都會做到政府標案 一開始我滿懷熱血 我真的覺得是 哇國家給我這個機會 那我一定要好好的把這個做好 當你在案場遇到所謂的委員的時候 哇你的所有的信心 你的熱情全部都會被消滅 我覺得其實這個對公共社會 並不是一個好事 就是因為 委員他也不是一個很專業的人 他用一個很不專業的態度 去督導我們的技術 其實我都跟我同事講說 做東西一點都不難 最難的就是中間這個行政作業 你根本就是在那邊打太極拳 然後但是我們又不想要搞那種什麼 經費不夠再增加預算 然後再怎麼樣 其實我現在不想要搞這種事情 他就變成是說 你在跟他消磨的那些過程當中 造成的心靈上的傷害 最後我都跟我們同事講說 在很多政府表演你所獲得利潤 其實那都是最後拿去看心理醫生的 我可以認同 我可以認同 我就會發現這種類型的公司 就會分成兩種 一種是可以做政府表演 一種是不可以做的 他們體質上有先天上的一個差別 因為寫政府表演 並且得到政府的認同 然後怎麼樣讓它合法合規 其實這是一個很獨門的技術 很會寫 對那是一個Mega 那有一些公司 他就是搞不懂這些Mega 所以他寫寫他就會放棄 算了我不要做 我自己賺錢還比較快 可是有另外一種公司呢 他會發現他抓到那個訣竅 對 然後賺政府的錢太容易了 所以他就專門賺政府的錢 像我身邊有太多太多很厲害的 不管是鐵工木工做 偷罪的 做全部技師的一大堆 然後他們就真的 我們現在都有一個默契 就是政府不要碰 這是因為太麻煩 我們不如在業界去賺別的錢還更快 但是你就會變成是 我們都知道業界哪一些人 在專門拿哪一些案子 就說 這麼辣的 也在做 但是最後 所享受到的這個公共空間是我們大家 就是我們大家都要承擔這個 用很爛的公司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們全部人都要付繳稅去買單 我覺得這個超可怕 沒錯 議員監督這件事情是不是用力喔 有的時候除了專業的技術 其實跟他對於看待這件事情的態度 也有很大的差異 像譬如說 有一些議員的質詢 或者是開記者會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下麻的 他如果今天為你質詢一場 可能是20到40萬左右 那如果是開一場記者會可能是100萬 你是說這有公定價 這不會真的像菜單一樣寫一個公定價 但是我聽過的價錢大概是這樣 處理事情 對對對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幫你開一場記者會 而且是針對特定廠商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知道其實這些東西給錢的方式 它有很多 合理的給法 一般來講政治獻金 上限 就是法人大概一家只能給100萬 但是如果我想給你1000萬 我要怎麼給 我就開時間公司給啊 然後特別給你100萬 對對對 其實就可以了 這還是很明目張膽的給法 因為監察院商都查得到 其實我說真的 你去看監察院商的公開資料 你就會發現有很多立委啊 或是議員 他在選舉期間所拿到的政治獻金 是來自建商 然後你只要再對照一下 看他平常為建商講話的頻率 大概就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受到這些錢的影響 對 其實這都蠻明顯的 在這個議員的這個生態當中 其實有一部分 當今天這個標案有問題的時候 議員是可以主張出來監督的 我也可以出來找他盤的 像譬如說我之前有處理過一個都更案件 然後他很有趣的是 因為他有牽涉到一些法規上的問題 你們真是好黑暗喔 既然政府表演有這麼多的奇葩的油水 又有這麼多的問題 那何不把一些老公朋友 就直接變成軍人 像譬如說 那個誰 顏輕彪他們 顏家 他們不是那時候就之前有公保弟的問題 對 你一旦踏上這條路 你去幫他開個門 好像有人在外面 幫他開門 你死了 更多おい by bwd6